怕滅 口 滅口 沒有那麼嚴重吧 小時候是我真的視線 沒有離開你們的 看到你們去 對啊 把你們都擊中 不正經的人 但是其實旁邊的人 才是可怕的人 對 才是可怕的人 不是當面拿給他 夾在那個課本 天啊 課本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對 你只要覺得很不舒服 你一定要跟他說 我不舒服 現在就會全部塗滿 手指頭都塗滿 就是我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碰到你們 我就沒有想到別人碰我 你現在跟我碰肩膀 你會這樣 你有夠大力嗎 我OK啦 看是誰貝克漢OK 帥哥來的話 爸爸來都OK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我們不能這樣教人 嗨 開碼啦 嗨 大家好 我是凱莉媽 嗨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上 上是上 上下 上下 沒有 這集要來講一個很正經的題目 你生了幾個小孩 我生了五個 確定嗎 對 那你這個五個小孩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裡面 你是怎麼教我們自己保護自己 沒有 是小時候是我真的視線沒有離開你們的 你是說 不管你們在哪裡 我就是 我的眼睛就定到哪裡去了 就看到你們去 對呀 然後你看 我不管 反正你到哪裡去 我一定要 然後你們就是出去玩的話 東跑西跑的 我就把你們都集中 然後呢 不要到處亂跑 因為到處亂跑 我兩個眼睛都看不到啊 你跑到哪裡去 我要叮 怎麼去叮 沒辦法 叮不到 那後來我們去上學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啦 上學就不一樣 上學大一點的話 就是說你 女生 尤其是女生 你是出去的話 你就是要保護你自己 怎麼樣保護你自己 怎麼這樣叫做保護你自己 現在不是很多那種就是 不正經的人啦 就是性騷擾 不正經的人 不是不正經 是性騷擾 現在人 就是騷擾啊 騷擾你啊 或是什麼的 對不對 所以你那時候 現在不是只有小孩子被騷擾 大人也會被騷擾 對啊 對啊 就不是只有小孩子 所以我好奇那個時候 因為你生了四個女兒 但是我跟你講 那時候沒有像現在這樣 那時候是真的 大家算還好 不會說這麼多那種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時候其實是 很多人不敢講 不是沒有 有啦 就是有的 有 有什麼事情 但是他們就是不敢講 對 怕滅口 滅口 沒有那麼嚴重吧 有 怕丟臉 有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 是不能講 這件事是很丟臉 所以不敢講 又或是他會覺得 這是他的錯 是自己的小孩什麼行為 他越來越發生 就是尤其是社群媒體或是網絡的力量 其實越來越多 而且加上我覺得 現在的教育已經越來越 越好 就是他們會告訴孩子 就是你要把這些 你怎麼保護你自己 你一定要講出來 沒錯 如果你有發生什麼事情要講出來 那因為像是在兒少性侵這件事情上面 很多其實都是熟人 因為你熟人其實是最難防範的 比如說常來你家的大哥哥啊 常來你家的鄰居啊 叔叔 我不是說每一個人都是壞人 可是因為像熟人兒少性侵的比例 已經將近百分之六十四 兒少喔 就是以性侵案件來說 兒少的性侵已經占了百分之六十四 將近五千兩百七十二人 然後其中不認識加害人的 占百分之四點九 家庭成員性侵的占百分之十三點九 熟人性侵的占百分之五十六點七 所以熟人性侵這件事情 其實像是照顧者 學校 勤棄 職場 以前我們都會說不要跟陌生人講話的對 可是其實更恐怖的人就是在你周圍 因為我們都說不要跟陌生人 不可以跟陌生人講話 所以我們就會開始說那陌生人 說不可以跟陌生人講話 但是其實旁邊的人才是可怕的人 對才是可怕的人 那你要怎麼教你孩子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教孩子保護自己 因為你不可能時時刻刻眼睛盯著他 對 沒錯 尤其是現在網路誘惑 以前是還好啊 但是現在的真的沒辦法 看不到嘛 對 真的現在沒辦法 對 因為像我有一個朋友的女兒 然後她的朋友的女兒呢 她的同學喔 同班同學 在捷運站裡面就遇到另外一個男生 就是可能差不多年紀 就有一個國中的男生 然後因為我那個同學 就是我那個朋友已經是大學生了這樣子 然後她那個國中的小男生就說 姐姐那個就是我爸爸去世了 我很難過 你可以抱一抱我嗎 是不認識的喔 在捷運站裡面認識的 然後呢 我那朋友的同學就想說 就是抱一下男生 因為他很傷心 然後就抱他這樣子 結果那國中生就抱著他 然後越抱越緊 然後他就嚇到這樣 他就趕快放開 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男同學是一個累犯 就是他已經很習慣這樣 對 所以呢 其實有的時候啊 你在教孩子保護自己的時候啊 說感覺是一件非常重要 因為以前我們都會跟孩子說 你別說你不能說 你看喔 像我妹之前啊 我妹妹之前啊 就遇過有一個老師是 那個算是騷擾嗎 在那個年代裡面 是騷擾嗎 她是怎麼樣 因為她是寫信啊 寫字條啊 一直寫字條給我妹 寫字條啊 對啊 那個信我都有看 寫的很那個 那個 就是非常的曖昧這樣嗎 像是告白信件 對啦 可是我妹那時候還是未成年 我跟她講 如果你要做什麼 如果那個老師叫你 你不要單獨去 真的 你一定要有伴 不管你去哪裡 你一定要有伴 你不要自己一個人獨自行動 真的 嗯 對啊 現在很多老師就是那一種啊 哪一種 對對對學生 就過度關心啊 對學生喔 做那一輪 對 過度關心 她寫那個信 也不是說 你老師對學生的關心 就是有一點 曖昧 對啊 有一點 那你怎麼處理 她寫很多啊 後來就跟她說 你都 老師給你 你都 因為老師不是 當面拿給她喔 夾在那個課本了 天啊 課本了 就某某人的課本啊 她就寫一寫 就夾在課本給她 她一定會看到啊 對不對 對啊 因為像我們 如果你叫同學轉送的話 同學就知道 對 人家就會爆出來 因為我妹就是很常遇到這種事 為什麼 因為我家漫漫的個性 就是比較溫和 比較慢 然後遇到事情 她就會怕 她就會不敢講 就是她的個性 跟我是完全不一樣的 她是不會聲張的 可是還好她有跟你講 因為像漫漫之前啊 就是常常在那個 比如說她上下班的時候啊 就很容易被跟蹤 然後常常在跟蹤她的這個男生啊 有的時候會藉故碰她 或是幹嘛的 對 然後因為她當時候 因為她之前在上班的時候 都是非常早的時間 五點多 所以她在出門的時段 被跟蹤 人家都在那邊等她了 對 在那邊等她 她是很容易被看到 然後有一次是最驚險的是 因為她都要穿制服上班 然後那個男生就會站在她的後面 然後用手滑她的小腿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很可怕 對 那這件事情我就要帶到 我要帶到一件事情是 因為啊 以前啊 我們就會有說 就是什麼樣子是你身體的界限 有一陣子大家就會說 你泳衣遮起來的地方 就是你身體的界限 是不能碰 可是不對 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碰的方式很多 像小腿也不是用衣遮起來的地方 除非你穿潛水裝 摸的方式又有不一樣 你說那個頭 摸你的頭 老師摸你的頭 這樣子摸你的頭 跟這樣摸你的頭 不一樣啊 就是用收的跟用拍的是不一樣的 對 老師有說啊 你是好學生 對 你是好學生 對 然後或者是說摸背 用拍的摸背 跟撫摸的摸背 不一樣 你是不是會覺得超級不舒服的 對 真的 所以其實我們要教導孩子的事 不是泳衣遮起來的地方 都是不能碰 而是你只要覺得很不舒服 你一定要跟他說 我不舒服 你不要碰我不舒服 包括手都是 然後因為像啊 我之前前幾年啊 我就有一段時間 我非常的喜歡去上那種 兒童性侵防治課程的課 然後因為立心基金會 那時候就出了很多這樣的課程 所以我就是很密集的去上這些課 我覺得有幾個遊戲 請你在家裡面 因為你的孩子可能 比如說還小 比如說不知道身體的界限在哪裡 對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遊戲 你去跟你的孩子去界定 怎麼樣保護自己 去練習 如果你是學校的老師 那更好 請你用一堂課的時間 甚至半堂課的時間 來跟同學做這樣子的互動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先設計一張學習單 這個學習單呢 是身體紅綠燈 身體紅綠燈呢 主要是要用來 讓你知道這個孩子 對於身體的界限 要不了解 像如果我是被灌輸 泳衣不能碰的地方 我就可能就是把捏捏啊 然後屁股這些通通都吐起來 有衣穿起來的嘛 不能碰 可是啊 每一個人的界限是不一樣 像我啊 現在就會全部塗滿 全部塗滿 手指頭都塗滿 誇張欸 就是我沒有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碰到你的 我就沒有想到別人碰我啊 就是我不喜歡啊 然後 所以你可以 人家跟你握一下手 不行 其實我真的很不喜歡跟別人握手 因為 但是有的人禮貌性 對啦 如果是商業上面 他生出來 我還是會握啦 那就不敢說你就是握手 可是被碰這件事情 好這個我們待會會提到 然後因為這一張學習單 你也可以 男生也要做哦 因為其實你不要覺得男生是很安全 不會被性侵或是幹嘛 也是會 也是會被性騷擾 也是會 所以男生女生一樣重要 你可以藉由這張學習單 讓孩子就是了解孩子 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的身體界限在哪裡 然後再藉由以下的兩個遊戲 這兩個遊戲都是我從那個 就是我在上課的過程裡面學習來的 一個是都很簡單 一個是打招呼的遊戲 這個打招呼的遊戲 是要讓你知道你的身體界限在哪裡 身體有哪些地方 是不能碰的 好 第一個是把手伸起來打招呼 就是跟你旁邊的兩兩一組 好 有些人是這樣嘛對不對 有些人可能比較好會這樣子 有些人可能就握握手說 你好你好這樣子 對嗎 好 這個是 這是第一個 好 你可以接受 第二個是碰肩膀 每個人碰肩膀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你現在跟我碰肩膀 你會說 你有夠大力嗎 你好你好你好 你會這樣 麻蕩啦 那個跟我碰 你好你好你好 不同的交情 比如說你今天是男同學 我是女同學 我可能就這樣碰一下 不行啦 男同學女同學 因為它是兩兩一組的遊戲 如果你不行的話 你不行你就要走 對 你就走 你碰不到 比如說你不想跟這男同學碰肩膀 你就比叉叉 就是這個遊戲就是你做不到 你就是比叉叉這樣 那碰肩膀就是很不一樣嘛 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兩個人 我們就說碰肩膀還OK啊 好 第三個是鼻子碰鼻子 蛤 有一些閨蜜 她可能可以做得到 可是有一些就是 欸我跟妳剛剛超陌生的 我為什麼要跟妳鼻子碰鼻子 打叉叉 很奇怪 這是你身體接近 可是你看 鼻子是在你泳衣的範圍裡面嗎 不行啊 這樣也不行啊 不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你身體的界線 你的界線就是鼻子 我就不行了 我就打叉叉這樣 第四個是 像法國人打招呼 是不是他們都很愛 這樣子碰臉頰 欸我其實去法國跟人家這樣 我也超不自在的 所以我也會打叉叉 他們的禮貌性都是這樣 對啊 你行嗎 我OK啦 看是誰 貝克漢 這個還可以 帥哥來的話 爸爸來的 這樣我不行 這樣我不行 這樣我們不能這樣 就是如果你不行 沒有啦 如果你不行的話就叉叉啦 對啊 因為個人習慣不一樣 因為我都不喜歡這樣 那因為通常中高年級的小孩 中高年級的小孩 大部分在鼻子碰鼻子 這裡就已經不行了 就會不行 碰鼻子 對啊 都會碰鼻子 不行 這個時候 請你要做一個引導 這個引導是 請你引導 孩子把感覺說出來 為什麼你不喜歡別人這麼做 為什麼你不喜歡別人這樣對你做 那因為中高年級 有的甚至國中生 他可能就不想講 或者是他從來沒有被訓練過 講感覺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要去引導他 比如說 你就會說 我覺得碰鼻子這樣真的很尷尬 我可能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熟啊 那你鼻子哄鼻子 我覺得很不衛生 而且不舒服 我不喜歡這樣子 就是你要訓練孩子把 講出來 情緒表達出來 這個是需要被訓練 因為我們可能很長期 都跟我們的孩子說 你不要說 你不要亂說 你不好說這樣子 可是在現在 真的不要這樣 你要訓練你的孩子 你要講出來 對 你一定要講出來 這是第一個 身體界限在哪裡 身體有哪些地方 你是不喜歡別人碰你的 這是第一個 講感覺 第二個呢 也是要講感覺 可是第二個遊戲呢 是兩個人一組 做不到的打叉叉 兩個人一組 做不到的打叉叉 伸一隻手 碰隔壁的人的桌子 很容易嘛 碰別人的桌子嘛 有沒有 無所謂啊 那我跟妳講 我小孩就會說 你不要碰我桌子 不喜歡 我不喜歡 你不要碰我桌子 好 碰桌子 第二個是 碰隔壁人的食指 為什麼要這樣破 他就是要教你身體的界限在哪裡 我們可以碰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不想跟那個人碰 你就打叉叉 NO 如果不想碰就打叉叉 你講來我沒碰一下手 NO 第三個是 碰別人的頭髮 碰別人的頭髮 可以嘛 你不想碰就不要碰 這樣 碰又有不同的方式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 頭碰頭 頭碰頭 就像剛剛臉頰碰臉頰 不要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屁股碰屁股 屁股碰屁股 你可以嗎 屁股碰屁股 我是可以 我不行 我是可以接受 那個沒什麼 你就不能接受 我什麼都不能接受 我就是不喜歡別人碰我 就是不可以 然後這時候你要引導你的孩子 為什麼你的肩膀不能被碰 為什麼你的屁股不能被碰 你的感覺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感覺好奇怪 為什麼要碰屁股 好奇怪 為什麼 對啦 對啦 為什麼 對 就是講感覺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喔 而且哪 還有一個是我覺得 可以針對高年級 其實低年級也要啦 因為高年級的孩子 通常都會不太想講 講這些話 或是講什麼 那還有一招 我覺得可以用 用來對付高年級的孩子 是 因為如果兩兩一組 他可能覺得很矮流 很尷尬 尤其如果隔壁是你討厭的人 或是什麼 就是不喜歡的人 那你就是從頭到尾 不管你要不要 可不可以接受 你都不要 全部都不要 對 還有一招 我覺得也還蠻很有效 這個 這一招是某一個老師 在那個課堂上面分享的 我覺得很有用 就是因為像現在課堂上面 不是都會有桌椅嗎 然後走道跟走道 不是大概就是融蠻一個人的 團度 你請所有的同學 都站起來離開你的座位 可是桌椅不變動 走道是不是很小 此時此刻呢 你就是拍手 你如果拍得慢 就是走得慢 拍得快 就是走得快 好 從慢開始 然後大家是不是會慢慢的 緩緩的移動 大家很快很快的時候 大家就會 大家就會撞在一起了 就會撞在一起了 這個東西呢 是告訴你們什麼 不是所有人碰到你 都是性骚擾 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那是不小心去撞到的 對 就是你要懂得分辨 這樣子 這個不是計骚擾他的不一樣 可是如果他常常一天到晚沒有人在碰他 他也這樣碰你 那就是有問題 那不夠驚蠻 那就是 驚蠻 給你碰 這樣子 對 這是另外一個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是 剛剛我不是有問你說 那你以前是怎麼教我們做這件事嗎 因為像現在的孩子不是網路很發達嗎 所以他們有的時候跟網友都會比較好 對 甚至有一些話他可能是寧可跟同學說 也不要跟家人說 其實這個是有比例調查的喔 真的喔 所以你們可以設計一個Give me five選單 這個選單呢 就是你可以畫一隻手 一隻手 剛好五個人 五個字嘛 請你在這個低年級也可以做 幼兒園也可以做 都可以做 請你在五根手指頭上面 寫下五個人可以講心事的名字 心事的名字 然後通常高年級以上這五個都不會有爸爸媽媽在裡面啊 大部分都是網友跟朋友 可是你一定要讓他們寫下來五個 當你今天很無尊 或是遇到委屈 或是有人對你不禮貌動作的時候 你不想跟家人講 你一定要跟這五個人講 一定要 這一招呢 這一招呢 我親自試過 我親自試過 就是非常的有用 因為當初就是有一個孩子 他去受了一些委屈 他沒有辦法跟他爸爸媽媽講 然後剛好我周圍有一個朋友 就是在這個 他的give me five的名單上面 所以他就去跟這個朋友講 可是我之前就有跟我這朋友講說 如果你今天接收到求求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接觸他的情緒 請你一定要陪同他 不管是去報案 不管是去尋求其他的管道 對一定要 但是至少他知道 他的give me five五個人裡面是誰 而不是亂了手腳 就是受了委屈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跟誰講 我沒有人可以講 那至少我這五個人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安全的 有的人講的不能講的 所以就沒辦法 沒錯 然後啊 像美國有一個 就是他們就有發起一個 美國兒童安全教育計畫 然後這個計畫的人 他的英文名字很難念 我也不會念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反正他就是一個媽媽 他就是一個媽媽 然後因為他就是對於 他就對於孩子的人身安全 就是非常的焦慮跟擔憂 所以他就提出了十個安全準則 就是教孩子要保護自己 第一個就是我是身體的主人 這個我們剛剛有從遊戲裡面 帶到這個 如果你有不喜歡的碰觸 感覺到不舒服的時候 一定要大聲說出來 我不喜歡 就是不能隱忍 比如說我之前上學的時候 在公車上面遇到色狼 就很多嘛 以前就會有那種色狼 他就會靠你很近 靠學生 因為如果你不敢講的話呢 他就是會每天在那邊 就是磨蹭磨蹭到某一天 他就會對你下手 這樣子 他就是會先碰碰你 第一天碰碰你 第二天揉揉你 第三天就靠你越來越近 你知道這種人就是這樣 所以當時候他碰我 我不是跟你說 我哪裡都不舒服嗎 所以我就轉頭問他說 你在幹什麼 然後從此之後 我就再也沒遇過這個人 因為我就是不喜歡 那你坐公車 你搖搖晃晃 就像當時那遊戲是有 就不小心撞到那個 不一樣 搖晃你 那個不是他故意的 對 那車子很平穩 你要故意去撞人家 那個就是故意的 沒錯 反正就是 要分啦 自己也要分 你只要不喜歡 你感覺到不對勁 請相信自己的直覺 直覺是最重要 你不要覺得 我好像懷疑他 我好像多慮了 沒有 你沒有多慮 你的直覺永遠是最正確的 對 好 第二個是 就是剛剛媽媽提出來的那個 保護法 第二個是 你要知道你的名字 你的住址 你的爸爸媽媽的電話號碼跟名字 哦 如果就是你從你的孩子開始會講話 或者什麼幼兒園最好 你就要教了 你就一定要記住這個 讓他記住 以免在發生危險的時候 是有人可以聯繫的 對 沒錯 有人可以聯繫 第三個是 像安全的大人 不會向兒童尋求協助 這是什麼意思呢 你會跟一個孩子問路嗎 弟弟請問你啊 中校登陸怎麼去 怎麼坐車 我就不知道啊 但是有些弟弟還說 那你帶我去 我帶你去問問 不行 是不是很無 對 不行 我迷路了 你可以帶我去嗎 那我告訴你 還是啊 我頭很痛 你可以帶我去醫院嗎 不行 你不是一個孩子嗎 對嘛 對啊 然後還有 對啊 大人像小的求救 對啊 然後還有他提出的第四個點是 我不會跟陌生人走 也不會拿陌生人的東西 這件事呢 除了陌生人呢 不管任何人都不行 對 包括 現在有啦 現在有 我看現在有一些父母都會教小朋友 不要隨便接受陌生人的東西 我們剛剛前面講那麼多 熟人性侵這件事情 嗯 是不是 不只是陌生人 熟人也不行 熟人 對 熟人也不行 你是不是很無語 現在社會怎麼這麼恐怖 很亂耶 熟人也不行 鄰居也不行 很亂耶 誰都不行 因為像有時候我們不在家 我就會跟我小孩說 鄰居啊 按電鈴也絕對不要開門 你就是不要出現 不管誰按電鈴 因為我跟爸爸有鑰匙 對 所以不管誰按電鈴 都不是 都不是我們 對啊 對啊 沒錯 所以你看像這樣子的話 你其實真的 對 不管是陌生人或是熟人 你真的是除了你的爸爸媽媽之外呢 其他人都請拒絕邀約 對啦 對 真的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 你除非要徵求爸媽的同意 或是老師的同意 才能跟你走 因為有些人不是會去學校 帶別人的小孩嗎 對啊 你爸媽沒有空 我要叫我 我是某某人 他叫我來接你回去 那如果你是老師呢 有的沒有跟老師講啊 有的沒有跟老師講 有時候 有啦 有的是像幼稚園那個 幼稚園 還跟老師講 老師說 怎麼可能 有的老師就是很 就是沒有 就是比較 比較 放心 就是沒有太信心的注意 對 沒有跟他問清楚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還要打電話 確認一下 是不是你某某人叫他來接的 對啊 有的老師就被接 以前上小孩子不見了 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以前我們那小時候很多 對 就是上幼兒園被帶走的 不見的 就是隨便的人都可以去接 我是他的叔叔啦 我是他的阿姨啦 爸媽沒有空啊 叫我來帶啦 好啦 帶去就帶去 因為以前可能手機不方便 然後又聯絡不到了 對 然後要帶就真的就帶走了 就走私而同非常多 以前很多 非常多 很可怕 對啊 很可怕 然後再來第六個 就是有衣覆蓋的地方 都是我的隱私 不能讓別人碰 但是這個剛剛有跟大家講 就是身體上的任何一個地方 不只是有穿衣服的地方 你連手指頭 或是你的頭髮不舒服 都不能被碰 人家碰你不舒服 你就說NO 沒錯 我不喜歡 對 我不喜歡 一定要大聲說出來 這個是要被訓練的 對 因為不會有人天生 現在都要 小時候都要開始訓練 對 要不然你真的 小孩子 要大一點的話 對啊 他也不知道要怎麼去表達 怎麼講 然後第七個是 我不用一直很有禮貌 如果有人讓我覺得害怕的時候 我就要大聲說 說什麼 沒錯 說什麼 說什麼 說不 我不喜歡 不喜歡 對啊 你不用一直很有禮貌啊 不喜歡 因為你明明就不想跟他走 然後你還很有禮貌 我媽媽說要很有禮貌 那我只好帶你去上廁所 或是帶你去哪裡 根本不用啊 你不用對任何人都很有禮貌 不需要 對 而且不用 再來第八個是不用替壞人保守秘密 因為像有一些被侵犯的孩子 或是受委屈的孩子 你都不敢講出來啊 對 他就說這是我們的小秘密 這真的是很多的案件發生 對 有的人會跟他這樣講啊 對啊 我們這個都不能在這裏 對 你講出去你就是壞道喔 大家會罵你喔 對 這是不行的 不能讓你的父母知道喔 這是不行的 不要替壞人保守秘密 對 如果你有覺得一點點的不舒服 或是覺得奇怪的地方 一定要說出來 沒有什麼秘密是永遠的 好 再來是第九個 如果你在公共場合走失的時候 要留在原地大汗 或是找有孩子的媽媽幫忙 幫忙 對 這件事情啊 我之前在迪士尼的時候 我就有跟我孩子說過 因為迪士尼就是人非常多的地方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他們兩個都還小 你知道小孩去到那種地方 就很容易失心風 突然一轉眼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對啊 所以我之前就有跟他們兩個說 如果有一天 你們在不管是國外的車站 或是台灣的車站 你只要跟爸爸媽媽走私了 哪裡都不要去 站在原地 你一定要在原地 因為你有可能回頭找小孩的時候 小孩又走更遠了 所以無論如何你要站在原地 好這果然就發生在 有一次我們去迪士尼的時候 阿露就不見了 那時候他好像才小小一 還小二左右 很小 然後人很多 他就突然一轉眼就人就不見 然後我想說 迪士尼這麼大我怎麼找 後來我就想到 對我要請他站在原地 所以我就繞著原路回去 他就站在原地的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站在這裡 他說你不是跟我說 如果走丟的時候 一定要站在原地 對 你就要站在原地 因為無時無刻都要提醒他們 就是你只要不見 不要慌張 站在原地 我會回來找你 一定要站在原地 對 不然你就會越走越遠 對 真的 第十個就是 我會聽 我會聆聽來自內心的警告 這件事情呢 就是直覺 請相信孩子內心對危險的直覺 因為有很多人 比如說在反映說 媽媽我覺得那個人很奇怪 媽媽就會說 你不要說那個人是鄰居 有人這樣說 鄰居叔叔叔很好 怎麼會很奇怪啊 媽媽我覺得那表格很奇怪 怎麼會啊 那就是你大伯的兒子 怎麼會很奇怪呢 就表哥你不好這樣 有沒有 情緒很常這樣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覺得我演得很好 表哥 表哥是大伯的兒子嗎 你care的點 你care的點不是安全性 你care的點是倫理的 那個階級性 然後你care的點是職貞 沒有還是要真的要小心 自己要真的 對 看到事情就是要勇敢講出來 今天不管是大伯 二伯 堂哥表哥 全部都是一樣 表姐 甚至同性別的喔 也都是一樣 對 就是你要相信 只要你不舒服 你一定要講出來 對 然後你要相信你孩子的直覺 當你孩子跟你說 媽媽我覺得那人很奇怪 我不想要去他家的時候 請你尊重你的孩子 對 因為一定有問題 對 沒錯 請你一定要相信他 對 兒少保護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們真的要從小 教育我們的孩子 要保護自己 不喜歡不舒服的時候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覺 一定要說出來 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人 都多一點點的細心 多一點點的努力 其實就可以保護到孩子 對 希望每個孩子都可以平安的長大 你很了不起 你把我們養這麼大 對啊 平安健康長大 對啊 就是你知道遇到一些鳥毛的事情 都還可以這樣子平安的長大 我覺得真的現在把小孩養大 很不容易 超級不容易 現在小孩跟以前不一樣 對 現在小孩都又聰明 又接觸那個山西的 你知道嗎 因為像現在小孩有的時候 不是會有社群媒體啊 或是什麼 然後有一些詐騙的人啊 他們就會偽裝 比如說我可能是一個大叔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媽媽的身份 然後去關心你 然後就會說 我是某某某的媽媽 我怎麼樣啊 什麼的 哎呦 久了之後 那你可不可以傳 你沒有穿衣服的照片給我看啊 我是某某某的媽媽 因為他長期的在關心你 對 他其實讓你卸下心 你心裡面的 對他人色跟標籤就是某某某媽媽 但是你有證實他真的是某某某媽媽 他背後可能是一個大叔 或是可能是一個色情網站的主謀 或是什麼的 然後他就要 那你可能就傻傻的就把你的裸體照傳給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可能就拿去販售啊幹嘛的散播等等的 所以呢 不會有任何一個人 甚至你的父母都不會跟你要你沒有穿衣服的照片 或是要你裸露的照片 絕對不會有這種 包括你的男朋友或是什麼都不行 因為這些所有的照片一放到網路上去做傳播的時候 就會是非常快速的擴散 請記得沒有人可以要求你做這件事情 沒錯 處處都要小心 相信你的直覺 嗯 以上 喜歡這期節目 請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而且如果你有在 學校任教的朋友 或者是補習班任教的朋友 或是有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朋友 都歡迎他們來聽這一集 因為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對 真的 哎呀 好 以上啊 陪伴讓我們更有力量 希望每個孩子都平安的長大 對 拜拜 拜拜 耶 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效率 對呀 現在的人很變態 真的啊 那個媽媽有沒有 有媽媽離婚又帶小孩 又去跟男朋友住 是這樣小孩子被人家那個吃了 對呀 他有都是 吃了